秋 北京 各位 回到太子湖北景處的現場 原本只有一些街坊 普通裝卜的使用 在對面的馬路 走路上面 就是跟警方叫一些口號 譬如說是桑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等 以及用一些光筆來照向警員 其實警方就... 那個房子相對地 現在就是過了現場的氣氛 相對的鬆軚小小的 加上現場後剛才是落了一份教主 剛才有些警員是他回到警署裏面 但現場的市民就沒有離開 但現在大概在10分鐘左右 有一名身穿黑衣服 身形都比較龐大小小的男子 就向警署前後丟了兩次的空水瓶 那個靜月的水瓶就現在畫面大家看到了 還有一個風的水瓶來露水 然後他就向著... 西陽菜街的方向是離開了 但是這個情況呢 這個丟東西的情況是隨即令到現場的氣氛 是緊張起來的 那這一位呢 在水馬後面站高了的 這位持長槍的警員呢 剛才呢 就是有一位... 有人丟完東西啦 那接著呢 現場的警方也緊張了 那有一名的攝影記者呢 是佩戴了記者頭盔 就是寫著記者的頭盔呢 是嘗試呢 走近去近住呢 在閘門外面 就是其實都不是很近的 就是大概是... 水馬前的一米左右呢 希望是可以... 比較近一點點 拍到警員呢 持槍 高舉槍枝的樣子 那但是呢 隨即呢 這個警員呢 是一度呢 把這個窗口呢 是對... 對著這個記者 那現場呢 在旁邊的一些的行家呢 是隨即是鶴亭那位的警員 要求呢 現場這一名的持槍警員呢 是保持冷靜 因為呢 他瞄準的是一名記者 是 那現在呢 現場聽到呢 就再有大聲公啦 是播一些 辱罵警察的歌曲 那在這一段的太子道西呢 一直都有不少的老人 也都有不少的市民在這裏圍觀的 那除了一些的市民之外呢 都有一些是穿了反光衣的衣帽